大家好! 朋友們,大家好! 安安,大家好! 我叫爸為我愛惜素探 歡迎來到今天的節目 今天想拍一個短短的影片關於現在的波蘭的國定假日 而且我覺得是波蘭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什麼樣的節日呢?就是波蘭立憲日 這個我在我的直播以前也講過很多次了 波蘭是全球第二個有憲法的國家 在歐洲是第一個有憲法的國家 第一個立憲的國家 那全球第一個是誰?就是美國嘛 美國就是在1787年把憲法寫出來了嘛 然後1789年它是生效了嘛 波蘭是比較晚一點 波蘭是1791年立憲 然後它童年生效 這個節日的重要性也是在於它是當年在歐洲第一個把三權分立的概念 協定一個國家的法律 是比法國憲法還要早哦 也是法律上有保障所有的波蘭的公民的權利 而不只是貴族 也是讓貴族受到法律約束 一個很關鍵的文件 但還蠻可惜的 實際上實行這個憲法的時間是還蠻短的 主要也是俄羅斯、普魯士跟哈布斯堡帝國的問題 那當然1791年在過了幾年 波蘭就是從歐洲的地圖上消失了 在1795年是波蘭第三次被瓜分了 而且瓜分波蘭那三個國家 瓜分了之後也禁止波蘭人過立憲日 那比如說如果是被俄羅斯佔領區域的波蘭人 想要過立憲日的話 很有可能是會被送去俄羅斯的內陸 只是當年俄羅斯人這樣子處罰 跟沙皇不同意的人 那過立憲日這件事情 什麼時候變成允許的 也什麼時候變成國定假日呢? 是在1919年 就是波蘭回到歐洲地圖的時候 波蘭獨立了 波蘭重新獨立 就是1918年獨立了 1919年就開始紀念1791年的憲法 一直到二戰以後 那個時候波蘭屬於蘇共的維新國 也是屬於共產主義國家 是波蘭統一共產黨領導的一個國家 他們當年也禁止了波蘭過立憲日 那麼在1990年 波蘭開始民主化之後 立憲日也回到波蘭人的生活上 也成為了過定假日 現在除了波蘭之外 立陶宛也是在過這個節日 就是5月3日的立憲日 斯坦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關鍵的節日 它也代表在歐洲大陸的 一個法律進步的一個過程 也是怎麼樣歐洲國家 開始加強一些法治的概念 也開始保障公民的權利 就算是只有法律上保障 但是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其實雖然現在疫情 但是波蘭各個大城市 到處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波蘭國旗 那覺得今天氣不錯 所以就出來外拍 雖然大家都還是戴口罩 然後我和菲恩還是沒有離開波蘭 但是我覺得這種節日 還是要好好的慶祝一下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算波蘭有一段時間 從歐洲地圖上消失了 那也有一段時間是被蘇共控制的時候 過立宣日是禁止的、是非法的 但是在國外的波蘭人 比如說在美國、在芝加哥的波蘭人 每年都有過波蘭立宣日 代表他們對國家的忠誠 那斯坦駐台灣的時候 其實每年波蘭大使館在台灣 也有安排一些過這個節日的活動 剛好也是可以讓在國外的波蘭人 想起自己是來自哪裡? 跟一些波蘭歷史的關鍵節日 其實五月初在波蘭有三個關鍵節日 第一個就是勞動節,五月一日嘛 第二個很有趣,五月二日 它就是在國外波蘭人的節日 因為我跟大家也說過嘛 波蘭人口是3800萬 但是總波蘭人的人數 在全球的波蘭人的人數 是超過6000萬 在美國也有啊 在巴西也有啊 在烏克蘭、白羅斯、俄羅斯也有啊 在德國、英國、甚至南非也有 世界各國都有波蘭人 台灣也有 所以我們算是屬於一個 結散在世界各地的一個民族 主要原因也是在歷史 因為我們像鳳凰一樣被消滅 然後重新復活嘛 就算地圖上沒有波蘭 但是有波蘭人 所以波蘭國歌的第一句話就是 波蘭還沒有滅亡 但是第二句話就是 我們還活著的時候 所以就算波蘭從地圖上消失 但是波蘭人仍然存在 也把波蘭這個國家是放在心裡面 一直都是記得自己是誰 一直都是記得自己是來自哪裡 所以五月二日就是在外波蘭人的節日 那五月三日就是我們這個歷線日 一見天氣滿有趣一下下雨 一下出太陽 那剛好出太陽的時候 我在石塞星這邊有拍到還蠻多漂亮的風景啊 然後這邊漂亮的建築物啊 然後到處都是波蘭國旗 覺得很美啊 也剛好可以跟我的台灣朋友們做一個簡單的小分享 其實石塞星有受到好幾個不同的國家文化的影像 有時候當然是波蘭文化嘛 也有德國文化 它有一段時間是屬於德國 也有瑞典文化 就是北歐文化 所以我現在在公爵堡裡面 這個公爵堡是有一點點北歐風的感覺 其實這城市還蠻漂亮的 很建議各位 如果是到德國的話 因為這裡的德國很近嘛 或到波蘭西部的話 也可以過來看這個美麗的城市 好,那今天就想做一個簡單的波蘭歷史與法律的分享 如果喜歡斯坦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在這裡片片下面會有Patreon這個網站的連結喔! 我是斯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見過 詞也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